我是刘明 台湾有一百多万的身心障碍人士 我也是这一百多万人中的其中一人 我有一个梦想 我想为身障人士打造一个圆梦的舞台 让更多人看见他们在舞台上发热发光 发越障碍 展现才艺 欢迎大家收看圆梦新舞台 今天的两位主角 一位是小儿麻痹 已经在云林投入公益服务30年的陈明瑟 一位是罹患先天成骨不全 却不畏艰难独自环岛的陈彦廷 两人年龄相差20多岁 却一同在云林地区为身障朋友打拼努力 为了让大家更认识他们 制作单位带着我们的节目的邀请卡 来到了斗南访问 你好 陈大哥 这是我们节目的邀请卡 邀请您到大爱台录影 好 谢谢 好 我们收到刘明老师的邀请卡 录影的时间是12月中旬 这天天气很好 两位主角从斗南出发 一大早就搭乘高铁转乘捷运 抵达位在关路的大爱电视台 为大家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意大利籍的外国朋友 维加德 他除了有许多综艺节目的经验 也曾经是大爱台国民汉字须知的外景主持人 彦廷 我刚发现说你将画的时候声音稍微相声一点 这个是声带先天造成还是跟疾病有关系 这个声音是跟我的疾病有关系 因为我这个疾病它是叫做先天性尘骨不全症 对 然后它会压迫到我的胸腔 因为尘骨不全会养活到你的身杖 欢迎来到圆梦新舞台 首先介绍今天的两位主角 都是来自云林县爱无爱协会 第一位是理事长陈明社 欢迎 大家好 再来介绍协会的总干事陈彦廷 欢迎你来 大家好 谢谢 好 再来介绍这一位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对 因为他的中文说得太好 我甚至觉得他中文程度 要比很多华人说得还好 那来自意大利籍的口译专家 韦嘉德老师 刘明大哥你好 刘文来宾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看你们的样子很紧张 有点你 放松 还好 那个你们是说中文 不是用英文来分享 是要放轻松 好 对 人家的中文都说得比 说得这么好 对不对 对 好 今天我们是以分享为主 等一下我也可以来分享我人生哲学 或是我一些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 是 好 好 那首先是雁廷先来做分享好吧 好 好 好 把三分钟的时间交给燕廷 好 听你来说我的故事 加油 谢谢 这里是云林环球科技大学 去年毕业的陈燕廷回到学校 因为今天有听打员的工作 燕廷听打的工作从大学时期就开始 主要是服务听障者上课的翻译 或会议时的沟通 因为我们就是他们的耳朵 然后我们要帮他们负责 去把这个声音打下来 采访的这一天刚好下雨 燕廷请父亲从台中南下协助拍摄 陈一雄聊到燕廷幼年被确诊为成骨不全时 心情还是相当的激动 回顾到那一天 那一天我讲的那一天是说 医生在我私底下里面告诉我说 他已经活不过二十岁的 当下我眼泪都掉出来了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 我可以一大的大转变 我可以笑起来了 因为他突破了他的二十岁 我非常认真的告诉大家 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小孩 陈燕廷今年已经二十八岁 他不仅活过了二十岁 更在大三那一年 一个人策划了环岛旅行 为自己的生命留下见证 今天太阳很大 今天是第四天 前面要很远 等一下我们要去活着等 我的手已经破皮了 第四天 第四天 下午 我在这边定居了 因为想说要在云林读书 然后读书啊 本来要去台北工作 可是去之后啊 发现云林还是比较 我觉得比较适合我 我觉得还蛮充实的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事可以做 学校这边也愿意可以找我 去跟学弟妹分享说 怎么去让自己有一个自立的人生 只要想做的事情 就会努力去达成实验厅的人生哲学之一 环岛念研究所 担任爱无爱的志工 每一个都是她的阶段目标 勇于挑战的性格 来自于她贫困的童年 而在那贫困的时期 奶茶曾经是她最快乐的回忆之一 大家好 我是小巨人陈彦霆 我今天要分享我的一个生命的经验 它是述说呢 就是一个 从一个奶茶的故事开始 很多人认识我都会知道 我非常爱喝奶茶 可是很多人或许不知道 在背后 其实隐藏了一个小小的故事 五岁的时候 其实我们家是一个非常困苦的家庭 在那个环境里面呢 我们家是做农田种四季豆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的爸爸妈妈没有多余的钱 能够买零食或饮料 然后常常都是我的亲戚 还有我的妈妈的朋友 能够寄来一些年货来给我 有一天我记得那年是一个冬天的样子 我的爸爸他泡了一小杯放在桌上 然后他说 倩婷你要喝看看吗 然后我就说 可是妈妈说不能喝 他说没关系 你就喝看看 一点点没有关系 结果一喝下去 哇 为之天人啊 就说啊 我每天一定要喝一杯 然后但是我爸妈 还是没有办法 每天这样子 给我喝这样子 所以 这在我的心里面 造成一个小小的遗憾 在我从小到大的阶段呢 我的很多的伙伴 我的很多的环境 都不是在家里面 我是住在一个特殊教育的学校 我的弟弟妹妹也因为家境的关系 到一些机构 到一些地方去给人家抚养 所以我一直都认为 我是一个社会养大的小孩 所以在那个阶段过了以后 我们家开始慢慢 因为透过慈悸 透过世界招喚会 透过一些社会上 很多很多的力量的协助 让我能够到现在 去帮助更多人 然后让我觉得说 我既然现在有能力 就去帮助我身边的伙伴 所以在大学一毕业以后 我就加入了云林县 爱舞台协会 担任生命讲师 这个工作 它有很多 很多元的面向 比如说第一个演讲 第二个筹划活动 带一些身心障碍者 走出户外去认识 我们的社会环境 第三个 我也在云林县担任 及时打资源 就是让我身上 所有小小能够用的能力 去贡献给社会上 我想要帮助的人 然后这当中 当然我也非常感谢 我一路走过来 大大小小的伙伴 跟一些社会人士的帮忙 助人自助 爱和关怀 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一种 谢谢大家 艳婷很棒 我们制作单位很贴心 知道你很喜欢喝奶茶 是 所以今天我们三个人都喝白开水 只有你喝奶茶 是 是 没有想到奶茶有故事 真的 而且首先我要讲一专业的演说者 这个身份我要说 艳婷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演讲者 你不会觉得吗 他刚三分钟之内分享他这个人生的一些经历 跟我们听打动了我的心 而且刘明达哥你知道吗 其实我妈妈她也是盲人 在五岁的时候她失明 所以其实我对身心障碍者这件事的看法 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我不会用一种怜悯的眼神看待这种状况 我觉得艳婷的故事真的很棒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故事非常的励志 而且你对生命的态度 充满着一种热烈的热情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 难闷可贵 所以我要开口 把你说得这么好 要不要喝口奶茶 好 他连喝奶茶 其实看的时候蛮感动的 他自己想方法来解决他的困难 而且在想方法的过程当中 他喝的比我们还要饭 这么有气质喝奶茶 真的很棒 太好了 接下来轮到 对 我们的理事长 对 那个小老弟都表现这么好 对 输人也输定 对 好 把三分钟的时间交给陈明瑟 听明瑟来说我的故事 加油 加油 陈明瑟一岁时罹患小儿麻痺 在民风保守的时代 成长的过程也是坎坷不顺 我一回就修理麻痺了 后来我小孩的时候都在土壳里爬 爬到六七回的时候 酒后的过程也不是都很顺利 比较后我也是想说 要去学修理钟表 为家宜的火车站 一直走到民族路 到民国路那里 全场差不多两公里有 我一家一家进去问 一家一家说 我来你这帮你帮带好吗 结果 没有人帮我带来 所以我就很失望 因为没有人去请 你行动不方便 我来这里做什么工作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安安 大家快乐 这是新闻人机身公布电台 调频FM 陈明瑟投入爱舞爱协会服务之外 每周也在新云林之声广播电台 有一个公益时段的主持 主要内容是身心障碍朋友们的 权益宣导 以及励志故事的分享 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我常常去修科到一些生命的意义 在我这几年 当地文明官爱我爱协会的 这个 文明官爱我爱协会的时候 是因为 我有想到 感觉自己的身体 漸漸在退化 那个 我要抗考 没有 继续 从小到大 我常常遇到一些困难 和痛苦的当中 总是有一些家里的人 同学和一些朋友的出现 来背叛我度过这些难关 所以如果有的机会 我也是想要背叛一些朋友 共同去度过因人性的路途 因为我这几年 当地文明官爱我爱协会 是因为 我的身体 感觉 漸漸在退化 整几年 也常常都有 那个感觉 就是 感觉很疲劳 也有几次 透过的现象 但是去看医生 医生 也没法检查出 有什么问题 后来医生 建议我 去开桌 手术 在痛苦的当中 我去搜尋 就说 人生是否还有 会叛到 如果有会叛到 我就想来做一些 更特别的事情 就开始跟一些 心中的朋友 做一些 去 进行到 有同彩支持的团队 我们向上去说 我们想要 爱的生活 是什么 我们想要做的是什么 要怎样去方前行 大部分的人 在战中之后 他们可以去的地方 都很悠闲 尤其在婚姻館 我们的身障的朋友 无障的环境 跟这个公共交通 很不方便 所以要来做 社会参与的工作 非常困难 所以我在103年的时候 就开始接受到 手摇车 感觉这个手摇车 可以让我们 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和我们自己的速度 去我们想去的地方 所以就这样 开始在婚姻館 来推动这个手摇车 在开始推动的 过程当中 我们去搜尋 搜尋 就说 如果有好的工具 和好的服务 我们都可以 生命 就有无限的可能 协会在做的是 现在是提供一些 心心中的朋友 的舞台 和关心 心心中的 一些老化 家庭的 的思求 包括精神 就是相信 就是力量 希望大家 都可以找到 生命的意义 可以帮助自己 也可以帮助别人 谢谢大家 我也不知道 人生本来都这样子 有时候会紧张 有时候也不会 其实我刚想到两个字 就是可爱 我觉得她真的很可爱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她 说一句实话 她比艳婷还自身 我们讲 比如说在帮助别人 这个方面 可是呢 她更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 你真正想要 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 你就特别的紧张 她今天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要让 她要确认 观众了解她的真意 所以她特别担心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观众朋友 可以理解 可以缺到一件事 你越想要做一件事 而且你想要做得越好 就是有时候 你做得越不好 所以你就是品尝心 然后就是放松 一定可以达到 你说成要达到的目标 你坚度美 你出了一个难题 给伟佳德老师 台语 刚才听她说 大概能够听得懂几分 真的 我跟你说美 今天来上这个圆梦姓舞台 还可以长知识 可以上一堂台语课 你到底听得懂几分 说真的 大概是46到47% 万年 人家都是那种整数 你还可以说出 46到47% 46到47% 好 那佳德要不要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不管你之前在意大利 甚至于现在来到台湾 对 刚才有提到说 妈妈本身也是视障朋友 对 那有没有接触过一些 其他的身心障碍朋友 你自己的感觉是怎样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 她是一家书店的老板娘 然后她刚好跟这个电梯一样 她是这个成功不全的问题 你知道吗 朋友 我当时的小朋友不懂事嘛 我心里一直在想说 她好伟大好厉害 因为看上去真的很独立 你知道吗 可是不敢多问嘛 因为毕竟是小朋友嘛 可是后来我发现说 其实无论是看所谓的正常人 或是有身心障碍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一视同仁 只要心里有梦想 有立志 要帮助别人 因为这个刚刚也是燕廷所说的一个重点 但很想帮助别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类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标 是不是 是 你看很厉害 连那个她的医学的名称 叫做成骨不全症你就知道 因为当然需要先好好了解来宾 才可以上节目 对 成骨不全症 她的俗称就是玻璃娃娃 因为她的骨骼非常的脆弱 就像玻璃一样 随时容易骨折 我想请问一下燕廷的问题 你听到这个俗称就是玻璃娃娃 你会不会觉得有带一种启示 因为你是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娃娃 我就是一个有状况的人类 还是其实你是平常心看待这个说法 其实我分两个阶段 在小时候我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 我会说它是一个称呼而已 可是我觉得慢慢今天长大以后 我会发现说其实这个称呼 因为我的人会长大 可是这个称呼好像比较像是小宝宝的样子 所以我一开始会有一点抗拒 可是后来我还是接受这个名词 但是是因为透过一些分享 然后我才发现说其实 其实这个是大众对我们的认知 是 对 它可以放在一个心智坚强 或者是放在一个很有能量的人身上 对 刚才燕廷有提到说 从以前接受很多人的帮忙 是 到现在呢 你希望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付出的人 是 所以协会呢 其实你们都是无几职的志工 对不对 我知道你成立这个协会 也就是希望能够为身心障碍朋友 做一些什么事情 对不对 是 当志工的感觉怎么样 我们最主要是希望是说 让我们的障碍朋友自己来 自己互相之间来做一些事情 甚至我们可以自己成长 来帮助别人 所以大家都是以一种志工的性质在投入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很多社会的一些人士 社会的资源也一起进来 然后跟大家是融合在一起 是 那我觉得你很棒就是 你先帮助了艳婷 然后现在艳婷呢 又可以再去帮助别人 等于说呢 就把这种爱的棒子 一棒一棒传承下去 我知道你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经验 就是车祸 是 对 一场车祸对你们人生来说 不是危机 反而是一个转机 是 好 先明社说一下 听说那一次在高速公路的车祸 你居然毫发无伤 你自己都不可思议对不对 记得那一次 我是因为在协会里面 担任一个干部 然后到台北来开会 那回到云林的路途上面 就是刚好下那个交流道 那刚好有一部车子 它要紧急要左转 那我紧急就刹车 那还好没有撞上去 但是很不幸的是后面有一台大卡车 就从我背后这样子的腿撞过来 所以我是被夹在那个两台车子的中间 那我前面也凹了 后面也凹了 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 我竟然可以 人还可以开着车门这样子下车 所以毫发无伤 所以我觉得生命它有一些 好像就是很特别的一些状况 就是让我们觉得说生命那么脆弱 为什么我们会留下来 有它的安排 有它的安排 不是去万叹说 我怎么会遇到这个事情 而是觉得说 为什么我会留下来 就好像我们障碍朋友一样 所以我不去埋怨说 我为什么是我障碍者 那我们反而去感恩说 为什么是我们留下来 是 是 那燕婷她的车货更有意思 对 因为车货之后 你反而得到一个 乌克兰发明奖的一个荣耀 对不对 是 我那时候车货其实是一个 是直下班的途中 然后那天是一个雨天 因为我们那边是乡下地方 那个人行道上了去 可能那一头下不来 所以变成说我们不得不 比汽机车增道 然后汽机车在我们 不可能走中间 我们一直走边边 然后走边边一定是视线不好 然后人家可能开车 全部都看不到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 就被撞到了 倒下去那一刻 我非常非常难过的是 原来我们的社会 让我们这么的不方便 可是好几个学生经过报 说要把我扶起来 我说不能扶起来 我已经断骨折了 所以我就跟她说 可不可以帮我打救护车 然后在那一当下 我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因为我的个子很小 所以我躲在那边 感觉人家以为是垃圾袋 因为我穿那天是穿雨衣 对 所以我就想说他们可以路过架 可是为什么他们愿意 停下来看这个垃圾袋 里面是装什么 对 然后在结束之后 我就想说 我的手就不能弯了 然后吃饭啊 还有喝东西 还有一些生活的琐事 全部 全部重新适应 包括我小时候会游泳 我会爬树 可是我全部重来 然后 结果后来我就想说 我就做了这一只抓扒子 我就跟老师说 老师 我想要 我想要做一个专利 老师看完以后 他说 这个很少人用 因为人家说 左手不能弯 右手可以用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一只 所以他就跟我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 大家都用得到的发明 所以我们后来就研究说 说 对你的方向灯 就在左转右转的时候 他会帮我们打发亮灯 对 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功能 然后去一场比赛 就融获了这个奖项 那佳德了解吗 他的 不了解 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讯息是很棒的 因为 无论人生发生什么事 就是一切有它的理由 我们必须要跟观众朋友说 没有任何一件事至于绝望 也许我们当下看不到未来 但是未来很明亮很美好的未来 总是在 对不对 这个就是很棒的一个讯息 哇 听你说话就是会带给大家正能量 因为我就是正大哥 是 是 那最后谈一下下一个阶段 就是才艺的表演 因为你们有口琴对吗 是 你们两个会不会考虑要吹口琴 还是什么 要啊 但是我们不是应该不是专业的 不会啊 其实我觉得专不专业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那个精神 那才是最重要 问一下 好 像你这样的话 肺活量会不会受到影响 吹到四拍以上 就可能会 我只能吹到三拍 三拍 对 好 这样好了 我跟那个佳德老师有没有 再下一次 对 我来练习口琴 然后佳德练习唱歌 好 没问题 我们陪你们一起演出好不好 好 好 我们试试看嘛 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嘛 真的 好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我觉得真的是令人很感动 尤其看到他们两个相差二十岁 这么欣欣相惜 然后呢 互相帮助 其实这段的情谊是非常感人的 我觉得活着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 在于要找到输入我们自己的一个使命 不管你这个使命是什么 只要你觉得这个是 你在这个世上的使命 你的 我觉得这一辈子不算是狗活 我一直都认为 我是一个社会养大的小孩 让我能够到现在去帮助更多人 后面有一台大卡车 就从我背后这样子腿撞过来 身体那么脆弱 为什么会我们会留下来 有它的安排 考量到无障碍空间的租屋不易 于是协会让陈燕婷住在办公室后的房间 虽然手部不太方便 但是燕婷独立打理自己的生活起居 从起床穿衣到料理煮饭都难不倒她 因为我觉得黑色是一种包容的颜色 很多颜色五颜六色夹在一起就是黑色 就像我们世界一样 有很多不一样的色彩 或是不一样的人生 我觉得它就像黑色一样 把它染在一起 然后全部都一样了 为了节目录影 陈明瑟和陈燕婷利用空档 挑了曲子练习 虽然常常外出表演口琴 但是团体演奏和双人表演 需要的准确度标准更高 结果随着音乐的旋律 两人一开始的key就合不上来 对不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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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演奏的技巧必须比一般人 花更多的时间练习 还好刚刚key合不上来的问题 再换了一支口琴之后就解决了 虽然先天的条件不足 手部关节不能弯曲 肺活量小 曲子吹奏起来无法顺畅 但是陈燕婷打算每天练习来克服 嗯 手夹的时候它会一直衣服会滑 就是如果没有夹在肉上 嗯 就是边边这个衣服会让它滑下来 所以我一直要挑 就是一直要有出力夹住我 那你为什么那么想挑战自己 因为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要吹口琴 就是大家 大家一起吹 然后觉得想要跟大家一起的感觉 这样子 1 1 5 4 3 2 1 1 1 2 1 2 2 2 3 2 2 2 3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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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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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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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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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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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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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搭配演奏呢 我觉得是100分 为什么你给自己那么高的分数 我们给自己有信心 那加德 你今天你唱歌 完美没有分数可以挡 对啊 而且他们我觉得 一个脆的比一个好 其实我觉得 不管是透过口琴或手摇车 都是鼓励身脏朋友 走出来一个很好的方式 是 对不对 谈一下自立生活好了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比较年长的障碍者 跟这个彦廷他们 是比较年轻的障碍者 毕竟不太一样 那但是很多自立生活的这种概念 那很多东西是要去自我突破的 然后很多希望他们是能够有那种生命的经验 去体验不同的东西 才有那种勇气啊 才能够去实现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做了很多 比如说手摇车 口琴 这些就是让他们能够 首先可以自我学习 然后突破那个障碍 勇敢地站出来 不管表演的好不好 做的好不好 我们能够站出来就是一百分 是是 我知道彦廷也住在协会对不对 是 那在生活治理方面 比如说上下床库啊 洗澡啦 你现在自己都可以吗 目前都自己可以自己的 很厉害耶 谢谢 只是就像你说的 就是要给你比较充裕的时间 慢慢来 要不然很容易就跌倒对不对 对 就容易受伤 像我前几天手就拉伤了 拉伤 就是在起床的时候出力 出太大力 对 所以当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 都要提醒自己 对 千万不能急 要放慢 没错 否则很容易就伴随着一些受伤 是 好 你要不要谈一下手摇车 我觉得很有意思 大家都知道手摇车 对 就是因为他们坐在 像那个脚踏车一样 可是脚踏车是用脚踩 对 他们用手摇的 对不对 对 它是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你们是用 一般的人是用脚踩 那我们是可以用手摇 手摇的这个部分的话 反而可以练我们的身体 让我们的肺佛量 或者是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然后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可以一群人 这样子出去 大家嘻嘻哈哈的 然后大家一起努力去完成一些事情 大家会非常的快乐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自立生活的一种实现 一来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 对 二来接触大自然 再来呢又是运动又是复健 对 你们通常一次出去 最大的挑战曾经摇过多少公里 其实我们一直在突破自己 我们开始我们就有一个环岛的这个部分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把云宜县20个乡镇 也300公里 也在今年也把它完成 然后我们最近又在做那个 要去参加马拉松 一般人可以参加马拉松 那我们障碍者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用手摇车 那我们已经突破了 现在已经完成了25K 超半码的这个纪录 那我们月底我们还想再去突破 42K的全码 这个部分的纪录 所以我们一直在 不断地超越自己 话一句话说 人生不能那么轻易地放弃 对不对 他们就是做到了 因为那个雁廷手不方便摇 那你是用电动轮椅陪着他们 还是你要做什么工作 我在协会负责的工作 是他们在摇车的时候 我坐在富康巴士里面 然后我负责拿对讲机 然后帮他们看后面有没有卡车 或是有没有大型的车 然后我们就 如果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车辆 我会说现在有车子要左转 现在有卡车要经过 前方要注意这样子 这是我在协会 收摇车的时候的工作之一 所以你通常就是电后 来负责大家的安全 支援 甚至于说你有点像那个 Google Map一样 是负责整个的导航 提醒大家说 有卡车要经过 大家要小心 或是有什么危险 大家要特别注意 大家要分工合作对不对 是 所以像我们这一次去 马拉松的比赛 我们参加的是25K 彦庭他也是报名参加的是 那个5K的 电动轮椅 5K 在今年 我是看到彦庭他曾经去 跟那个白沙屯绕境 他自己用推轮椅这样子去走 那今年我因为看到他 我非常感动 所以我今年我也自己去尝试 用手摇车去摇 36个小时 200公里 没有休息的 这样的路程 我今年也在六月的时候 我去把它完成 李师长你好棒 36个小时 36个小时 等于说一天半的时间 对 都没睡 没有 所以你刚才给他们取的名字很好 是不是 铁大人 我光听着我都累了 而且你没有睡觉 其实我们障碍者 往往都是被社会 框住了 框住觉得说 你可能不能做这个 不能做那个 只有两种 不能做这个也不能做 那个也不能做 其实当我们开始突破自己的时候 我们会有那种自信心 有那种潜能被激发出来 我相信这个就是潜能激发出来 创造我们的价值 是 所以我觉得只要有那个开始 就有那个力量 只要能够去尝试 就有那个希望 一定能够完成 不过 刘命达哥 我真的很想说一句话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我觉得说 我们今天学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堂课 就是 无论你的孩子 是否有这个身心障碍的状况 你过度保护他一时 你就是害他一世 你说得太好了 希望铃舍大哥 好好地保重身体 是 这样可以为更多人做服务 谢谢 那我们下次到 进试堂去表演的时候 也希望你们呢 一样让大家耳目一新 就像你们不断地超越自我 至于是什么 我们拭目以待 好不好 是 好 加油 好 谢谢佳德 谢谢刘命达哥 谢谢 也谢谢这个 圆梦新舞台 给我如此的 现在能碰的机会 超越我自己 谢谢 谢谢 上段节目 我们分享了 陈明瑟 陈彦廷 为伸张朋友们的努力 也看见他们 无所求的精神 很多颜色 五颜六色 他夹在一起就在一色 我们这一次去马拉松的比赛 我们参加的是25k 彦廷他也是帮我们参加的是5k的 那我们月底 我们还想再去突破42k的全马 有了上次棚美口琴表演的经验 这次进司堂录影 陈明瑟特地邀约了另外三位口琴队的朋友相助 上场前大家有些紧张 这时候我故意模仿燕廷的声音 幽默的对话缓和了紧张的气氛 来宾们的脸上也有了笑容 他30年 尽量才重新打领袋 30年 他穿西装来 就像一个小家庭一样 有困难 当然就 困难 有需要 我们就当然就尽量 抽空出来帮忙 这样子 比较担心 比较担心 担心自己 对 也很怕真的会上台紧张 会小小的出擦 我们真的是来壮胆的 对 我们是壮胆三人组 大家好 介绍今天的两位主角 都是来自云宁县爱无爱协会的朋友 首先介绍他们的总干事陈彦霆 彦霆给大家挥挥手 大家好 在彦霆旁边这位呢 就是协会的理事长陈明瑟 来 明瑟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今天的双人分享呢 有别于以往 在前面有一个桌子 对 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什么 明瑟要不要说一下 我平常就在做电台主持的节目 所以今天用这样的场景 我比较不会紧张 好 所以你是主持人 彦霆是受访者 是 你们一搭一唱 是 好 把时间交给你们 好 掌声鼓励一下 大家好 这是爱无爱电台 我是明瑟 我是彦霆 欢迎大家支持支持 这是我的抗印传组 控罢控 1314999 今天我们很欢迎来到敬师堂大礼堂 彦霆 你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我既兴奋又紧张 你的声音怎么会是这样 因为我患了一个疾病叫做先天性成功不全症 这个疾病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 不过我这个状况可能会让我的声音比较出不来 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听 会比较清楚 所以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啊 是啊 我要好好认真努力的分享 好 我是一个生日麻痹 是 我如果大小老儿 我是什么 老儿麻痹吗 老儿麻痹 小儿麻痹 不良与行 简称什么 简称什么 不行 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 平常 他的休闲活动都是在做什么工作 我猜猜猜看 在家里看电视吗 答对了 不过 在那看电视以外 还有请电视看 这样是非常好 是不是很无聊 对 超无聊 常常听到一些人 在跟我说 你出门不方便 所以不要出门 你出门很危险 不要出门 我有一次看到人 在骑三连车 我感觉 他们可以骑三连车 四驾去出头 我告诉这所摇车 真的不错 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用我们自己的速度 可以去 我们想到那里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来骑 感觉说很好 你如果像说 不良旅行 我们就要换一个方式 让它不需此行 这个太有智慧了 你现在最近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目标最近分为两个 一个叫短期 一个叫长期 长期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就是我希望 在这里学到很多 有关社会福利 还有很多跟身心障碍的朋友 相处的一些课程 可以用在我演讲上面 然后让演讲的时候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 什么是身心障碍者 然后我再把这些回馈 写成一本书 让大家更认识 我们不同障碍的身心障碍者 还有大家对身心障碍者 有什么样的见解 是哦 这是一个不错 又很好的愿情 然后也在这里很合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来 今天到这里 希望大家爱的记忆 相信就有力量 行动就有可能 认真过好每一天 感受生命的温度 我们大家做回来 让社会变得更美好 谢谢 再会 拜拜 谢谢 他们两位 现在不紧张了 说完就不好了 说完 双人分享结束了 接下来是双人才艺 是 对 你们要表演的是什么 我们要表演口琴 口琴 是 你们上次吹口琴 已经吹得哩哩哩哩哩 还要表演口琴 这次不一样 这次我有打手来 我有朋友 我知道啦 因为学会有口琴对 所以呢 环节就是另一样 好 把时间交给你们 我们一起来欣赏 他们的口琴吹奏 掌声鼓励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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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